去年才啟用的都市友善農園 在经过五个月的耕种 现在已经是一片生态丰富 绿意盎然的农田 新鲁市目前三居各有一块 友善農園提供给民众申请 目前所在的前夕里 友善農園已经额满 许多的都市农夫 在看见自己丰收的成果 也相当的满意 觉得很有趣 比较舒压吧 大家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对 那你天天都会种一些什么菜 我没有种什么吃的 我都种蚵花 看我的那个向日葵 跟我的玫瑰花 我那边有白色玫瑰花 对就很好玩 所以你只要都是种花就对了 我喜欢种 但是我有种些菜 然后还有草莓 我有种草莓 但草莓是我跟另外一个农友一起合种 然后那边是我向日葵 觉得第一个是小孩子的成长 在过程当中 需要让他跟泥土多做接触 那看到植物的 菜的成长过程 从苗种子 一直到能够带回家去在餐桌上 对他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给孩子一些经验 我住四个单位 有两个单位是种草莓 那另外有一个单位是种高丽菜 那另外一个单位又种的比较杂一点 现在是种小黄瓜 还有葱相关的东西 我们都自己食用 自己吃的菜自己种 放下手机拿起锄头当农夫 新洲市政府借由计划辅导农民开发修根农地 民众以付费的方式乘租任养农地 提供自然慢活的都市田园生活 食安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都市的民众 他们想要自己亲手来种一些蔬菜 比较健康也比较自然 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村在离农之后 很多土地都闲适得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特别市政府在前夕 前东跟港北里找了三块土地 总共大概0.7公顷来做市民农园 去年底推出之后非常受到欢迎 那像大家现在看到前夕这块土地 150个单位任养完全 然后大家经过半年的种田可以看到 原本光秃秃一片的农地 现在非常的利益暗然 有非常多种各式各样的蔬菜 从产地到餐桌 所有的食材都是亲自在种到料理 在友善农园成果会上 专业的主厨和副市长沈辉宏 以在地的食材示范健康创意料理 今天我们在前夕这边的 是一个东区的基地 相同的在北区有港北 以及香山地区的捷冬 那今天在前夕这里的几个单元 都已经租出去了 我们也看到半年来 市民朋友在这边种植的蔬菜水果 今天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收成 那我们希望对于这样的一个 食安的重视 不只是食品安全 而是我们了解食物从哪里来 然后吃的安心 然后生活的安心 这也是幸福城市 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基础 当天参加活动的都市农夫 利用自家生产的蔬食提供一家一菜 同时也是透过这项活动 号召更多的民众参加都市农夫的行列 凯博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